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2月19日在巴林宣布 美国正在组建一支新的多国部队 以保护在鸿海过境的船只 使其免受野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袭击威胁 奥斯汀表示 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 荷兰、挪威、塞舌尔和西班牙将加入美国的新任务 其中一些国家将在鸿海南部和亚丁湾进行联合巡逻 另一些国家将提供情报支持 胡塞武装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组建的多国部队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将鸿海军事化 并称任何试图扩大冲突的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胡塞武装表示 由以色列公司拥有或运营的或者悬挂以色列国旗的所有船只都将是该组织袭击的合法目标 胡塞武装将继续阻碍以色列船只在鸿海和阿拉伯海的航行 直至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美国哈佛大学 宾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近日出席美国众议院反犹态一体听证会 被质疑未有积极处理反犹态言论引起各界谴责 近日事件风波再度扩大 美国国会通过决议 呼吁撤换哈佛和麻省理工校长 宾州州众议院则通过决议撤回给予宾大的经费 哈佛的捐款亦因此受到影响 哈佛大学校友 著名华尔街投资人阿克曼发表公开信集推文 只应该要解雇哈佛首位非裔女校长盖一 他认为哈佛大学雇佣盖一只是为了满足多样性需求 声称盖一并没有资格胜任这份工作 阿克曼又表示 在他的圈子内 因为这次事件而减少给予哈佛的捐款就达到了10亿美元 此外 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艾德森PC通知哈佛 除非发生海量级变化 否则他们将不会再聘用哈佛毕业生 宾州众议院又通过决议 撤回对宾州大学的3300万美元经费 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12月18日签署SB4法案 允许州警逮捕非法越境的移民 并赋予地方法官命令他们离开美国的权利 根据SB4法案 从墨西哥非法进入德克萨斯州将被视为轻罪 最高可判处180天监禁和2000美元罚款 非法再次进入该州将被视为重罪 最高可判处两年 十年或二十年监禁 这取决于相关移民之前是否曾被驱逐出境或被判犯有某些罪行 该法案将于明年三月生效 加州食品银行协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加州的食品不安全状况在过去一年中有所上升 使困难人群的比例回到了新冠大流行初期的水平 疫情时期的联邦援助计划 为食品援助受助者提供了更多的食品杂货费用 从而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 将加州的食品不安全率降低到了20%以下 然而该政策结束后 也使贫困再次加剧 由于物价飞涨及联邦援助的增加于4月结束 粮食不安全状况自去年以来更为严峻 该协会分析指出 截至10月超过五分之一家庭 约超过310万个家庭 其中110万拥有孩子持续报告 无法确定是否能获得食物 倡议者呼吁加州政府明年扩大相关经费支出 食品银行协会也准备游说政府明年扩大援助计划 包括增加食品银行资金以购买加州农产品 补充联邦政府资助的CalFresh等 食品银行资金以责产患看 谢谢观看